臭豆腐下鍋炸得金黃酥脆 再起鍋把泡菜塞好塞滿 最後淋上醬料 咦 這醬料怎麼跟一般很不一樣 像是黃澄澄果醬 沒錯 這可是百香果 百香果吃起來就是酸酸甜甜 就像我們在吃百香果醬那樣 就是酸酸甜甜的 對 口味比較不一樣 這是業者的創意口味 吸引不少客人來嘗鮮 不過更讓韜客喜歡的 其實是老闆的海派性格 請你試吃 這個是百香果 這個是蒜味 老闆早上的感覺是安用的 已經點了臭豆腐 老闆還會請你吃別種口味 另外加碼再送黑糖粉圓 有時候還有著飯後水果 有人說老闆陸續送上水果麵線 還加碼臭豆腐 更有顧客直接大推 沒做好心理準備 千萬別去 宅男進去都能變帥哥 沒點臭豆腐還可能外帶送你半份 實在是會爆到很可怕 有捨就得 薄利多香 現在是做生意就是打口杯打知名度 一份臭豆腐六十到八十元 台中清水這位 吳老闆不怕虧本 也不怕客人吃 就怕客人不來吃 來這點臭豆腐不只有特殊白香果 還有麻醬口味等 另外會再送上黑糖粉圓 讓你隨喜捐錢 老闆再捐出去做愛心 老闆的大方 讓客人吃得好飽 吃得不要不要的 也替自己做了最好宣傳 先討論從市場住宿專心區小組 台中報導